好像全中国只有20的留学生 还有老师三家这些活动 那就是这么少的人被宣伤 然后怎么去其中一个 对 你觉得骄傲吗 就不能说骄傲 得谦虚点 我叫张一生 来自西非国家马里 我是北京第二外国医学院的硕士院 咱们是跟中外学生 就是大家在一起 然后一起走路 就是想未来 我们没有这种运动项目 然后我就觉得 如果可以通过这样的职业活动 或者表演这样的节目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 就是给我们这个机会 来代表自己国家自己的文化 然后你要去看到小朋友们 就十一岁十二岁的朋友们 都很辛苦 跟中国朋友们聊天 就是年轻人妈的 哎呀妈呀累了累了 这样感觉 然后后来上台 然后就看到很多很多的小朋友 和孩子们 也特别辛苦 而且特别感兴 然后我就觉得妈呀 哈哈哈 我得努力一下 就不行了 哈哈哈 他们都很辛苦 我也挺辛苦 我也挺辛苦 这是一个是基本的要求 我最喜欢的就是花学 因为我当时练的时候 练了해서 练了 接着就武 应该会定下来 但当时 然后怀分的话 哈哈哈 真的没学会 哈哈哈 动了就会摔到 然后希望将来呢 可以给朋友们家人们讲这个好故事 我觉得除了我的国家 中国就是可以说第二个国家吗 我在中国度过的时间最长 十七岁的时候来到中国 到今年二十四 一会儿二十五 我在待好几年就是中国人了 比自己的国家待的时间都要长 北岸外一起向未来 志愿连累 加油 一起向未来